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昨天参加了全国补教师夺奖大会 而针对国民党质疑 副手陈建仁的论文造假 蔡英文表示 国民党不应该每次到了选举 就只会抹黑引发对立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上午参加表扬全国补教师夺奖大会 感谢这些老师们 为了改善弱势儿童的教育落差 也尽了心力 而蔡英文在会前受访时 被媒体问到 国民党开始针对副手陈建仁论文抄袭 发动攻击 蔡英文表示 陈建仁的论文有问题就不会发表 国民党不该每到选举 就只会抹黑引发对立 如果这个案子是涉及抄袭 我想这么知名 这么权威的国际杂志 就不会刊登它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 国民党每一次到了选举的后期 就开始打对立牌 打抹黑牌 甚至于恐吓牌 而面对中国大陆与梵蒂冈关系 越来越友好 外传很有可能 梵蒂冈与大陆会建交 然后选择与台湾断交 媒体问到 是不是这样才选择 陈建仁担任副手 以维持与梵蒂冈的邦交关系 蔡英文回应 选他当副手 是因为对国家有帮助 公布陈建仁担任副手 才一天就有网友 用陈建仁的名义 创假的脸书账号 蔡英文说 选战应该要光明一点 要保持格调 另一方面蔡英文表示 总统大选他已经做好 与朱立伦辩论的准备 西亚李志华 陈信龙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